大家好,谢谢刚刚的说很精彩的讲解 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就是非常清醒 那接下来又开始进入就是文字非常多的阶段 那可能大家又会被我带到睡眠期 那其实这是就是Pediatric的第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点老生常谈又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讲起 那就是又回到睡眠的一些发展啊 然后它的功能,那另外会简单介绍一下 小朋友的睡眠到底跟成人的睡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第四章跟第五章的部分主要是那个就是睡眠生理始终的部分 以及它相关的疾病的介绍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章开始 那其实睡眠到底有什么功能 其实就是我相信那个就是学说很多 然后也有各门各派的一个说法 那其实大概就是一个修复的一个目的啊 那其实在我们的睡眠的过程中 我们整个immunsystem的一个就是角色其实是很重要的 他们就有发现说在睡眠的过程中呢 那灵魄室的一个function呢 其实是非常的就是alert的一个现象 那睡眠到底分成哪一些功能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不同的学说跟大家做个介绍 那第一大类当然就是一个修复的一个理论嘛 就是睡觉就是为了休息之后 更长远的路这样 那在1946年就有人提出就是这个说法 那主要睡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tissue呢 可以做一个repair跟一个goss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他在针对non-rem跟rem的部分 其实他们修复的东西也不太一样 在non-rem的话 他们发现说主要是在body tissue的一个修复为主 那在rem的部分的话 主要是针对green tissue的一个修复为主这样 那另外他们也有研究 有发现说一些CNS的一些parting啊 在rem的时期呢 他们的就是形成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 那第二个第二个关于sleep function的学说的话 就是他也觉得是一连串的一个进化 跟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知道就是就是在整个动物的演化的过程中 就是从之前的冬年就开始讲起 其实他为了因应就是我们整个环境上的一个变化 那其实发现说整个睡眠的发展啊 还是跟他的环境的影响比较多 其实跟那个种族就是物种的一个进化 影响的是没有那么多的 那另外他有说到一个就是 他从一些小狗小猫啊 或是一些面子类动物或是人类身上 就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 Hemostatic的一个观念 也就是当你睡眠被剥夺之后 你下一次的睡眠就会有一个 Slow Web Sleeper的跟一个Rain Sleeper 一个Rebound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前面睡得不好 后面就会睡得比较好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刚才有说到就是 其实睡眠的发展跟环境比较有关 跟他演化的品种其实相关系也没那么多 我们就拿这个海豚来做一个举例 我们就也发现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Rain的一个演化 其实是一个进化的一个指标 那海豚理论上是比较高等的一个物类动物 但是他其实在他身上找不到Rain这个Sleeper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发现说 就是他整个呼吸的过程呢 都是属于比较自主性的呼吸 他没有一些Palmary Reset的一个 一个发展的这个情况跑出来 那所以他在睡觉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到说 他在 当他进入一个Slow Wave的睡觉的Pattern 说其实是在 其中一个大脑半球 他有观察到这个现象 他另外一个大脑半球反而是一直持续清醒的状态 因为他不能睡着 因为他的呼吸是自主呼吸 所以他必须就是要一直保持清醒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 因为就是他在生长在这样的环境 所以他发展出这样的系统 所以其实环境才是影响睡眠发展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 跟物种的品种的高低等其实没有 相关性没有那么高 那也有讲到说 睡觉就是为了就是节省能量嘛 那之前就有就是有研究指出说 就是你睡的时间越长的话 你整个代谢的那个比例就是相对是比较低的 那也有另外一个研究就指出说 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呢 你energy的reduction是比较明显可以降低的一个现象 就算你清醒可是你没什么活动 其实他的就是energy的上市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比睡眠还多 那再来就比较重要就是 就是睡觉也是为了就是learning跟memory的一个process的一个进行 这样子 那这个所谓的learning跟memory的话 其实他主要是有两个phase在完成这一个过程 那主要第一个phase就是consolidation 那主要是由RIS系统 就是reticular activation的一个system 他就是在我们接收了一个新的information之后 在后续的90秒内就马上有这第一个 first stage的一个consolidation的发生 那第二个比较特别的stage的话 是发生在睡眠的过程中 那他们发现说其实在整个睡眠 我们知道就是有分很多stage 那在rem stage的话 主要和learning跟memory是比较有关系的 那他这边就有研究发现说 就是刚刚一直说rem跟learning有关 那有没有一些证据呢 他就提一些证据给我们看 我们研究两种小朋友 一个是第一大类是就比较过重的小朋友 那跟就是一般小朋友相比 那我们发现说他比较过重的那一群小朋友 他们整个rem onset的latency呢 是比较长的 而且他在整个睡觉的过程中呢 他们那些moment的一些次数 也相对是有显著的上升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第二群小朋友是找一群 就是B小朋友 那他们也发现说 就是他们在那个rem stage的一个maturation的情况 整个发展的过程是比较不那么完整的 那刚刚讲的就是learning的部分 那memory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 他跟那个就是RNA跟DNA的一个合成是有关系的 这样子 那就是他们发现说 slip啊就跟RNA和DNA合成有关 那进而就是跟我们的memory的一个process 就是息息相关 就是一连串互相影响的这样子 那有就是Hotman这个学者啊 他就有发现说 当我们就是开 就是就是很认真学习啊 然后或是遇到一些stress啊 或是遇到一些event之后 会发现说 rem的那个情况 就马上又有一个上升的一个现象 所以他们结论也是说 就是rem这个stage呢 跟我们memory是比较相关系 是比较高的 那第五个 理论的话 其实就是有点推翻第四个理论 他觉得睡觉呢 反而是一个去除的一个 那个一个功能这样子 那就就是Quick这些学者 他们就提出说 其实rem sleep 他目的就是要让你去 移除掉一些不开心 或是不好的经验 那就是帮你把那些不好的记忆 把它消除掉这样子 那这一段其实也是 就是类似的意思 就是他们就是rem sleep 就是让你的一些 心理不想要的 或是不好的经验 不好的一些心理因素 就是在这个rem stage的时候 把它就是把它消除掉这样子 那Juala就是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假说 那他们就有提出一个叫做 hypnotosting 那它其实是一个 就可以想说它是一个substance 这样 就是一个物质 那当你清醒的时候啊 我们就是一直会分泌这个 这个tosting出来 那你醒了越久 这个tosting就越来越多 那这个tosting多到一个程度之后 就会让你开始爱困 就会让你进入到一个 睡眠的一个现象这样 那另外也有一个 有人提出说 睡眠其实跟我们的一些肌肉骨格 是很息息相关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就有人说 就是像parkinson 就是一些 就影响到motor system的一些疾病的话 这一些人呢 我们会发现说 他睡眠其实也都有一个 不好的一个状态 因此他们就有特论说 其实睡眠 跟我们的 keratural muscular的 关系呢 其实是息息相关 这样子 那刚刚就讲了六个嘛 六个理论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他们就是有的是互相支持 有的是互相抵触这样 他不过就是 就是跟其他很多 别的理论一样 就是各个理论都有 他们的好处跟坏处 那其实未来就是需要 这六个理论就是彼此去做一个combination 各取就是优缺点 然后也许以后还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假说会跑出来 那在那个就是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刚刚有说过 就是认识一个属于比较就是一笔有在进化的一个指标 那他们就就是 Edison这个学者 他就做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 Rain Sleep 他就跟一些生活环境 或是一些就是 古食 就是去 获取一些食物 或是一些跟你的这个 就是你破户的这个睡眠环境 的一个演化都息息相关这样 那他刚刚说过嘛 Rain跟Grain Tissue是比较息息相关的 那所以Rain的一个进化也代表是我们CNS的进展的一个 一个指标这样 那这个Evidence可以从哪里看出来 就是从我们Human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小朋友的话 就是大概 大概他们花了90%的时间在睡觉这样 那也就是算那段时间CNS的系统 就是一直蓬勃的在发展 那当小朋友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他们睡眠时间就相对越来越缩短这样 那到我们这种就是成年人的时候 大概Rain的比例大概就是降到20到25 百分之20到25而已 OK以上是第一章 就是关于一些睡眠的一个进化的一个介绍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说 到底我们小儿睡眠的发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其实过去的25年 就是以这本书出版的前25年来说的话 其实之前的Pediatric 或是一些那个青少年的一个Sleep 一直都没有被很重视到这样 他是在这25年来 随着一些Pediatric Health的一个蓬勃发展 在Sleep这个部分也跟着一起开始被重视 那其实在20世纪的一开始的话 其实小朋友跟青少年几乎都没有就是特别去重视这一块疾病 所以他们的一些很多相关疾病的诊断都是用大人的一个categoria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知道可能就是不适用嘛 所以那时候小朋友的很多疾病的死亡率都是比较高的 那在1930年呢就是Burger 他就开始提出说就是在Sleep的Sleep的人身上呢 会发现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EEB的Activity这样 那在1953年就是大概20几年过后 开始才被提出有Rain Sleep这个Term出来这样 那1953年之后大概5年之后 就开始大家就建立了一些Sleep的一个Sage的一个Cycle 那大概就开始建立有跟Rain Sleep跟Long Rain这样 那我们就是大家都这个也很常被提到 就是在1970年啊就是有治疗Ostar的那个 那个那时候他采用了一个就是帮那个Ostar的病人做一个器杰这样子 那在两年之后啊就是他们也是治疗一个 这1972年就是第一个就是治疗Ostar的小朋友 成功治疗Ostar的小朋友 那这个小朋友也是因为就是做了器杰 他本身有Ostar那因为做了器杰就改善了他 就是hypertension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就是史上第一例就是治疗Ostar小朋友 有被报导出来的一个一个一个例子这样 那之后在1968年啊就是 就是第一本那个Bible 关于Sleep的Bible就就出版出来 可是1968年这本是针对成人来来来来著作一下 那大概三年之后才出现第一本是关于Newborn infant sleep相关的一个书籍 那我们刚刚就说过就是就是PASM就是PADACHIC跟那个青少年的Sleep Medicine啊 就是在这几年就是这样宏勃的发展 那就是因为开始被宏勃发展之后 我们才会开始进去针对这一群比较年轻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就是我们人类生出来 大概前面15年是最Dramatical的一个Change 不论是在我们的Anatomy或是Physiology跟Sleeper Wake的一个Pattern 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变这样 那因为就是睡眠 小儿睡眠的被重视啊 所以过去大概5到10年 不论是小儿的胸肠科医师 或是我们的科医师 或是一些神经内科医师 就开始针对就是睡眠这一块去探讨它相关的一个基地 那因此呢 就是这一帮就跟大家说 就是Sleeper在大概就是这20几年开始 小朋友的Sleeper才被蓬勃的发展跟研究这样 那未来其实还有 其实就是目前以我们所知的话 其实只是拼站一脚啦 那未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努力这样 OK 那刚刚第二章就介绍是一些Hitry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介绍 到底小朋友的睡眠的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知道Sleeper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它其实是一些生理跟身心灵的一个一连串的改变 而且不是一瞬间而是一段时间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就从胃壳开始讲起 那这边就讲到一个比较特别的 是不是EG的翻译机叫做DPR 那它主要主要是在就是Posterior在后脑区 会被刻到这种EG的一个位置这样 那它之所以会特别被提出来 因为它跟小朋友的发展和年纪是息息相关的 在清醒的状态的时候 如果今天是一个小于三岁的小baby的话 它的这个Frequency大概是3.5到4.5 那它的Frequency呢会跟着它的Maturation而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如果它到五六个月 它的Frequency就变5到6 如果它到三岁就到7到9 那一直如果它大概到15岁左右的话 它的Frequency可以增加到大概10 那刚刚就说过就是随着它年纪跟Maturation的情况 它的那个Rhythm的Frequency跟它后续会讲到一个Amputure 都会有一个增加的一个现象 那以DPR的Amputure来说的话 它大概在清醒的时候 它大概是50到56的一个Microval的一个强度 那刚刚讲的是Wake 那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到睡眠 那我们先从N1开始讲起 那以两个月到八个月小朋友来说的话 就是在这个N1的Stage 刚刚说的那个Amputure它会增强 它会变成大概75到200左右的Microval 那Frequency大概还是到3到5 因此它就发现说 它的Amputure在跟清醒相比的话 是有一个增强的一个现象 那Frequency的部分如果跟清醒比较的话 大概降低大概1到2左右而已 那如果再大一点的小朋友 大概八九月到三岁 其实它的Amputure跟Frequency 其实差不多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那如果是三岁过后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其实它的Frequency 就是大概也是差不多 就是大概比清醒慢个1到2左右 那这边比较特殊的是 它开始出现一些 比较Lower Voltage 跟Miss Frequency的一些Equivety 会跑出来了 那我们后面就会发现 5岁其实是一个Milestone 就是很多 不论是EG的Finding 或是Sleep Stage的变化 都是从5岁开始 都比较明显的 跟大人类似的一个表现 会跑出来 那从5岁开始的话 另外开始会出现 刚刚说的是 比较Posterior的一个EG的Finding 那5岁开始会开始出现 一些Anterior Theta Activity 会开始被记录到这样子 那它这个RAT的 它的特色就是 大概Frequency是5到7 那它的Voltage 大概是Moderate的一个等级 那因为它是Anterior的 Theta Activity 所以大概是在Frontal Region 会比较容易被看到 那这边会跟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HH 就是Hypnagogic的一个Hypersynchrony 就是零睡的一个表现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它睡觉的时候 会被记录到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EG的一个波形 那它的特色是 它的Amplitude也是比较高的 是75到350 那Frequency大概是3到4.5 那它的特色就是 在快要睡觉的时候 就是会跑出来 那大概到N3就消失殆尽 那一般在12岁以后 小朋友就很少会见到 这个HH这个波形跑出来 那另外有说到 我们就是 刚才有说过 就是在睡觉过程中 Muscle痛也是一个 会降低的一个现象 这样子 所以就是随着 随着睡眠的情况越来越深 那Muscle痛掉的情况 也就是越来越明显 那这边它有说到就是 如果你是Spontaneous的Eye Closure 它大概可以表达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已经开始有点Jawcy了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你开始要从心情进入到睡眠 这样 那N2的话就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两个特色 一个是Spindle 一个是K-Compress 这样 那其实Spindle的话 它其实从4到 也就是一个月多小朋友 就可以开始记录到 Spindle这个Eye Closure了 那我们会发现说 在年纪小的小朋友 就是年纪越小 Spindle其实 那个持续的时间 其实是比较长的 那在小于13岁的小朋友 你要找到Spindle 大概可以从两个地方去找 一个就是在Frontal的地方 它的那个Frequency 大概是10到12.5 它另外一个就是Central的Region的话 大概是12.5到4.5 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去找到 它的一个Spindle的Eye Closure的幅景 这样 那另外刚刚说就是 大家知道就是K-Compress 也是我们在N2 Stage 比较特殊的一些Wave的一个表现 那再继续就是在进入到N3的话 就是它这边就是它的Empty也是比较高 就是比较High Votage 大概是100到400左右 刚刚前面大概都是75到200左右 那我们会发现就是越后面的话 Empty是越来越强这样 那那Frequency的话就是变得比较小 就是从0.5到2左右 那大部分都是在Frontal的情况会比较明显这样 那Chin的就是下巴的一个Empty的话 当然就是越手税就是MuscleTone越小嘛 就是会比N2还要再小一点 那比较特色就是Ram Sleep的话 其实以小朋友的Ram嘛 跟大的NuRam 其实在EGNiD是长得很像的 那刚刚说过嘛 5岁在后面也会一直提到 就是5岁它是一个 大概是一个分水里 5岁之后其实就跟成人 几乎都是非常的类似 这边也是提到 在5岁之后 它的Ram的一个 也是表现一个Low Votage Miss Frequency的一个Pattern 那这个跟Adult其实是很类似的这样 那那个在Ram期间 就是MuscleTone就消失殆尽 所以这个时候的MuscleTone是很低的 那如果是就是以小朋友 或是青少年 或是年轻的成人来说 我们可以知道大家进入睡眠 大概是从Ram进去睡眠 就是当做一个睡眠的开启 那相对的 如果是以Infant来说的话 它其实一进入睡眠 是从Ram Sleep来开始 这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刚刚说过嘛 就是Arousal 刚刚那个人说也有讲 其实在Ram Stage是比较容易Arousal的 就是很容易Apnea也很容易Arousal 那以Long Rain来说 N3来说 它的Arousal的随修后 就会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一般要进入到第一个Ram Sleep的话 大概是从睡觉开始70到110分钟 就会开始出现第一个Ram 那一个Long Rain跟Ram的一个Sleep Cycle的话 大概是60到120分钟 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跟大家现在知道的其实差不多 没有什么太大的 因为小朋友只有比较大的差异这样 那当然就是随着后面的Sleep Cycle 它的Ram的比例跟它持续的时间相对也会越来越长 那这个是一个Sleep Cycle的 这个Stage的一个比例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 Aram大概就是四分之一左右这样子 那五岁又出现一次了 它就是大概五岁之后 它整个Sleep里面的一些Proportion 就是这个Stage的比例 大概是已经跟成人已经差不多了这样子 那以整个睡眠过程来说的话 你睡一觉大概就是可以经历过 四到六个一个Sleep Cycle 所以小朋友 这就是一个大方的关系 大家可以发生起来 你在第一篇报告的时候 你要记得就是自己的Proportion 就是他的第一个就是 另外大概就是5个3 那N2大概是5次 这下4次是6次 N3大概就是在 N3大概就是在2次2次 跟这个任务是一样的 那小朋友的话 我们就是有看到一些 如果是报告就算是个人 在这一边就会说 它就只有它7次 就是 所以说N95 就可以讲得好 那它当然就生气了 所以到底 它你的N95 就会想得到一种进攻 它是一个感情 它另外一个单位 其他点很重要 要有一个 经济Range 1次 它还是有传达的 所以 刚刚边写的7次 1台1次 它自己放缩 它为了自己也很高 我們要再開始要到正式來自下 畢式的 проис討論小孩子 兩次 採託文字 幾十二講 兩次 非瞭解 第一 idealにさらに つらreceirst的確認識 農 coated口 これで保屬 remar 011 那刚刚讲的是小朋友 青少年跟年轻的成人 那现在讲是再小一点 就是newborn infant的话 他们其实一天二十四小时 他们可能花70%的时间在睡觉 那相对的以我们成人来说的话 睡觉的时间 cortle sleep看来就是比较缩短 那如果以两岁到五岁的话 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主要就是分成两大类 第一个就是他RAM的比例 也是会慢慢慢慢逐渐下降 像刚刚理医师说的 就是有的小朋友 就是生确期的比例很高 那以两岁到五岁的话 他们的RAM的比例大概是30% 那也是慢慢降到 而到level大概就是20到25左右这样 那整个睡眠的 因为小朋友我们知道 就是整个cortle睡眠时间 就是比辰很长嘛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不用特别去做记忆 那slip onset的latency的话 也是就是随着年纪 所以越来越长 latency也是越来越长 所以他一开始 也是大概15分钟左右 那也进入到就是成人的一个时间的话 大概就是15到30分钟 整个时间也是比较拉长的一个现象 所以30分钟不是要比较拉长的时间 超过30分钟 我们任何特别的事 所以在最终报告也要听 那特别的事 就会成为成人的一个差 那其实以五岁到十岁的话 其实五岁到十岁其实就是跟成人差不多 因为刚刚有说过五岁以后 其实就类似成人 所以这个就是跟成人是差不多的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以N3来说的话 他其实也是有一个性别上的一个差异 以男生来说的话 他整个就是在就是N3的一个proportion的 蛋的成分是比女生大的 以同样年纪的来说的话 男生会比女生的N3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那以青少年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青春期 就是这一段时间也是很快速的一个发展 所以在就是在在这一段时间 因为一些构造跟生理上的一些改变 所以在其实在很多睡眠相关的 其实也是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发生 那他的整个proportion的N3的睡眠时间 大概是45到60分钟 其实跟成人的就是站的时间 其实是差不多的这样 那整个睡眠时间的话 小朋友可能一天睡9到10个小时 那大概16岁的青少年的话 一天大概就是睡掉到大概8.5小时左右 那一段时间就是关于小朋友的一些睡眠的发展 那第四章的话就是讲到就是生理时钟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就是cicadian reason的话 它其实就是主要也是我们调控一个就是睡觉 slipper跟wake的一个一个调控的一个机制这样子 那目前比较让大家就是比较熟悉 就是这个跟我们就是体温也息息相关 那在就是cicadian day 就是生理时钟是白天的状况的时候 体温是比较高的 那在晚上的时候体温就是会比较低一点 那我们知道就是就是这边介绍就是 不会念就是这就是有点类似就是时间线索啦 就是我们环境的白天黑夜的一个cycle啊 就是会提供我们生理时钟一些线索 那我们体内的时钟可以跟外界的时钟 是做一个互相的natch跟调控这样子 不然如果以单独我们体内的生理时钟来说的话 其实它一天的整个一个cycle 其实是比正常我们一天24小时还要长的 大概平均大概是24.2小时这样子 那的话你知道就是说 还有就是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我们特别的经验中 记得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 说我们有外面的白天气息的话 你也会先进行做过一个研究 让它可以玩弄掉 然后结果它就是说 它睡眠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20小时 它是22小时多一期间 它来到24小时到25小时 这边是说你如果假设是这个方面 以外面的时间去再提示的话 你的睡觉的时间会一直往后 然后最后一直放到最后一圈 再经过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到两个月以后 得到凌晨的反复时间 再往后一趟 就是说如果你的外面 对我们人有外面的环境记忆的情况下 你的生理其中就会不会不错 也就是说关在一个很努力的环境底下的话 我们就听到一种好像10点 然后可能在10点盘 11点 所以它就会很差 它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区的关系 就是在IQE的背面 因为它在外面没有外面的环境 它其实也都是PPG的声音 它都没有声音 没有 没有 这个radio 像我们在IQE的时刻可以去查 就是说看这种时刻的发现 它是你的音质 就算你会不会有什么 所以其实在IQE的时刻来讲 你如果假设到它的时钟 或者是平常的话 还要听radio 跟它做到的时间 有一个第一次公民的问题 继续来批评它必须去玩 因为它会一直业终起 到radio 算很重要 所以这点大理性 它第二个例子就是说 environment light的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给你 你会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现在这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的 所以我自己的 就是他在做这个 那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时间到之后 他会把这个分散开 他逼着你 就行了 他透过眼睛 就是眼睛低高 他透过来听完 你还可以觉得说 把我们的问题 你要想 就是把我们的问题 所以他有什么 所以他也有什么 这个问题 那他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 再来 他再作为了一个 我方向来 你不要听他 他妈妈的 他早就要去 他早上 他不就有点 你起来 直接早上 把他冷气关掉 那他热度 就是他的光线 他自己的 受不了 那容易自己 用那方式来 叫我出来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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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做这些东西 我们要做什么 那我们可以去找到什么 方式 或者去做 有个办法 可以 在合作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去做 谢谢 那我们这边就讲 讲那个 就是大家知道 讲到生理 食重金 就要讲到这个图 这样子 那这就是Fed response 的一个课 那他 这个是 针对Light 所泡出来的课 那这要怎么看呢 就是 以我们的 就是 Anetonin的 分泌的话 大概是在正中央 这一条线的话 如果在这个点之前 我们给一个 光照的话 那他 我们可以发现他的 那个Fed Trip 是属于Nectic 也就是他会有一个 Fed Delay的一个现象 意思就是 你在 晚上睡觉之前 给照光的话 他睡觉时间 就会有延后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你是在这个点之后 再给照光 我们再过来 他是属于就是 是 正向的话 他就是一个 Fed advance 也就是 他到这个时间点 你给照光的话 他就会醒过来 就不会再继续睡了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这个跟我们后面的一些 指定的治疗 比较有关系 那刚刚刚那个 讲的Curve 是真正Live 那这个是真正Malotone 那一样的意思 就是在 在 嗯 这个区块的话 我们给Malotone的话 我们发现 它是一个 抗生的曲线 所以它是一个 会有一个Fed Advance的 一个 Effect发生 那如果是在 后面这个比较 就是下降的曲线 这边 才给Malotone的话 会有一个Fed Advance 一类的一个 一个情况发生 也就是说 在 提早给的话 他睡觉时间就会往前 他往后给的话 睡觉时间就会延长 这样 这个我就想问一下 其实 它的错点 是刚刚 提早给的时候 那就是在那边 看他能够追掉 会变成是说 他可能追 比较特快 长期睡觉 可是你有看到 这个情况 因为重点 是你说得很重要吗 他一直就是说 如果人家早上点 就是要在 怎么他讲的 Fed Advance 你看他后面 前面的这个 右手边 那个Kick 他就在四三四四的时候 所以大概就像我 差不多六点七 我来说 再往前一点 下午三点七点 就是这样 那往前的 就是说 要让他 就是要让他 这个时间点击 他就是 我一直就是说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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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DN System 我们就是可以知道 它就是 是 PKDM的 在管控的 它是 规造我们的 hypothalamus 那它的 就是 它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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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 做一个 那刚刚实际上 有说过就是 Maltonic 其实跟我们的 Paniel Gearance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那刚刚说的是 内在 内在 内在生理时中 调控清醒跟睡眠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另外有一个System 也是在调控清醒跟睡眠 这个叫做Sleeper Hemostatic System 那它 它主要的 嗯 观念就是说 如果你的 你的睡眠 被剥夺 那你 也就是你前一次睡不好 你下一次睡眠的话 你的Slow Wave Activity 会有一个rebound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下一次就会睡得比较好 做一个代糖 一个弥补 所以它也是 就是会维持一个 睡眠品质的一个 很定的一个 机制在调控 那另外就是 我们 前面就是关于睡眠 有讲到一个就是hypotocin 那 那这个其实它 它也是 就是 常被提到的一个理论 也就是清醒的时间 清醒的时间的那个过程中 我们这个hypotocin 它就会一直持续的累积 那它主要就是位在 就是从CFF 这个地方跑出来的 那 它说当它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 它就会 就是让你会比较爱困 就是开始让你进入到一个睡眠的 一个State 那 所以我们其实 Sleeper 跟Wake 有一个regulation 就是有两个system 来调控 一个就是刚刚说的 Sleeper Hemostatic 这个process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内在的生理使用 这两个来 调控我们 清醒跟睡眠的一个balance 那我们知道 就是Sleeper 跟那个一些 跟一些endocrine 是有关系的 那这边就介绍一些 跟Sleeper 相关的一些endocrine 那 第一个介绍 就是大家也很熟知的 就是coach 这样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 快要起床的时候 它开始分泌这样 那 一整天在睡觉之前 是大概降到最低的一个level 那以TSH来说 就是 嗯 刚好跟Cortico 有点相反 它在睡觉之前 就是分泌 才会开始分泌这样子 那它本身就是 会有一个 一个 一个 就是inhibitory的一个 一倍存在 那 Collecting Collecting跟Gorse Homo 这两个可以一起讲 其实它们两个都是在 就是睡眠过程中 会分泌比较多的东西 但是差别是差别在 嗯 Collecting的话 它主要是 Cicadian modulation 也就是说 你就算没有 那个 在睡的时候没有睡 你也是会分泌 但是Gorse Homo的话 就是 你是真的要去睡 它才会分泌 它 Sleep影响的成分比较大 那 那 Cicadian system的 影响的成分 就比较低一点 那另外一个 最让大家熟知 就是免害透明 就是 跟睡眠的确是 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这样 那刚刚就是 上一个 上一个 section 就是有讲到说 我们会有一些 MI的情况会发生 那这边也有提到说 其实是 MI的发生 跟一天的 就是 不同的时段 真的是有某一些时段 相对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那这边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 Cicadian infusion 的话 比较常发生在 就是 就是early morning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它是大概评出两个 两个说法 来解释这个情况 第一个 它大概 就是我们大概 早上六点到九点 这时候 我们的Prelate的 就是 就是聚集的情况 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 会比较容易发生 infusion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在 我们 就是 晚上睡觉 最后快要起床的时候 我们是从一个 supply到一个 operate的一个 姿势上的一个改变 那这个 就是 postural的一个 也有可能会 增加这个 infusion的一个risk 那 conclusion就是 Cicadian system的话 它除了 調控睡眠 跟清醒之外 就是还有 我们的 身体的一个温度 还有一些 美纳透明的分泌 跟一个 cortisol的分泌 那 接下来就是 介绍 the ktm region 相关的一些景点 那这边就 比较 会比较轻松一点 不会那么深意 那 嗯 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关心 就是 the ktm region 的sleep disorder 它本身 其实它还是有很好的一个sleep 的quality 跟quantity 它主要是 问题是出在 它睡在不对的时间而已 那其他的一些 它跟 它不像我们失眠 或是一些 歐杀 Cicadian region 的disorder 它问题是出在 睡的时间不对 其他都是正常的 那它这个 这个疾病到底会有什么 什么后遗症会发生呢 那当然你睡的时间不对 你可能白天 就会精神不好嘛 那注意力不集中 会有一些 异幕攻击的现象 或是一些过动的情况 那他就有发现说 就是 刚等一下会讲到 就是 DSPD Delayed Sleeper Fast 的一个disorder 这些小朋友啊 它 它表现出来的就是 跟那个 ADHD的小朋友的 嗯 表现其实是很类似的 但它其实不是ADHD 它只是一个 Sleeper的 就是 Cicadian Reason 的一个disorder 但是它的clinical的表现 可能会很相似 这样子 那它的 症型的几率到底是多少呢 其实大概是占 占大概10到18 百分之10到18这样子 那 它其实有分四大类的疾病 就是 DSPD的话 大概 比例是最高的 大概是16左右 那 ASPD的话 就是 这个就是晚睡 晚睡晚醒 大概是 占百分之16左右 啊 早最早起 这个其实在小朋友 其实比较早见的 那 Erasal Sleeper 的disorder 一般比较常发生在 轮班工作的 这样 所以其实在小朋友也很早见 那 那么24 小时的一个 Cicadian Reason的话 其实一般 比较常出现在 就是双眼全盲的 的 个案身上 会比较常见 所以这个 要去做一个间别诊断的话 Hitry 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就是要配合一些 可能一些晚中条 或是一些睡眠日志的记录 才会提供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间别诊断的一些证据 这样 那 他的特色啊 刚刚有说过嘛 如果你让这些小朋友去 去 去 睡在他们想 想睡的时间 就是他们待睡的时间 其实他们整个睡眠过程 是很正常的 而且 白天失睡的情况 就完全会消失掉 所以是时间上出了问题 那我们就 就先介绍第一个 就是晚睡晚起的这个症状 那他的 诊断的 criteria 其实非常的多 那我就截取一些 比较有意义的 跟大家讲一下 那主要就是他 就是晚睡晚起嘛 所以睡觉会delay 那是只要delay 一个小时以上 才有意义 那再来就是他 因为晚睡嘛 所以他就是 该睡的时间不睡 该起来的时间就起不来 那这个情况的话 是只要持续一个月以上 才可以诊断这个疾病 那其实他本身sleep的 超耳体跟矿体是正常的 那有什么治疗呢 就是 又回到刚刚的那个 Facebook 就是晚睡晚起的小朋友 举个例子 3点 凌晨3点才睡 下午1点才起床 那他的身体温度最低的 时间点大概是早上 9点到10点左右 如果我们在就是 呃 9点到10点 这个时间点之前 给 给到光的话 他会有一个FaceDelay的现象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给到光 他睡觉时间 就会比较往后 这样子 那如果是在 那个时间点之后 给到光 也就是9点10点之后 给到光 他就睡不着 他就起来 所以他就一个FaceAdvent的情况 会跑出来 他除了给照光治疗之外 Menotomy也是一个 治疗的方式 这样子 那其实 你要造成一个 他FaceShifting的话 他的剂量不用很高 其实第一剂量就OK了 那给的方式要怎么给呢 大概是 就是 他正常分泌的 前4到6小时 给予一个Menotomy 那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一个小朋友 他就是有一个DSPG的一个 一个诊断 那他通常就是 一三两点才睡觉 这样子 所以我们 往前的话 这个大概是 晚上六点到八点 就可以提早给他Menotomy 这样他就可以提早睡觉 所以这个的话 给我打算一下 就是说 刚才的讲明中 要好久 因为现在大家讲 10到6起来 对 Menotomy怎么有这个 Remail loan 就是 那就是 一学问的第一个 故事的第一间就是 就是 就是 如果要用的话 不是说在睡醒期 而是在吃高的 大概来讲 就是我刚刚讲 他半后7点 大概就可能要吃 或者是 在晚上10点 才可以吃的 可以 就是 他 就是 还没有起 那刚刚讲的是晚睡晚起 现在讲 早睡早醒 就是因为 他太早睡了 所以他很早就会想睡 然后 也会很早起 就是 就是大家都还在睡 他就醒过来了 这样 那他的治疗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 尽量就是希望把他可以延后 他的睡眠时间嘛 所以他主要就是 希望都有一些 Face Delay的Effect 可以跑出来 这样 那 所以我们在他 想要睡觉之前 就给他倒光 那这样会延后他 就是睡觉的一个时间 那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给他 就是 理论上他跳起来了 那他就不会那么快醒了 他也可以再继续睡 就是 不论是Lite 或是Milatone 都是希望做出一个 Face Delay的一个效果 然后他睡觉 跟起床的一个时间 就是Lite的部分 其实这个东西在小朋友 都是很少见 大部分小朋友 其实西藏的时候 它是USB比较多 ASB比较少 那USB在前面也比较多 所以在日本的话 他们是在 他们的风域里面 用余热投手 就是给他们鼓力打麻将 然后用蓝光 在那个桌 麻将桌就是蓝光装造 所以他们打麻将的时候 就是会有余热 第二就是会有完整的 就是用光线 就是现在已经有人在做 就是特矩里面 就是用Lite 第二个就是 他用人家的风域 就是说 把他翻译跟教寫 再继续吃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这样觉得 除非是先老年人 就说会起来 到家里面 他可能跟他说 在那里面也是不起来 我们觉得 如果交给 因为他风域 不是沉默 好像就 他已经用了 有用到 那第三个大类的话 就是 Irregural sleep wake 的一个 recent disorder 那当初过 这是发生在 轮班工作者 所以他们的睡眠特色 就是一天睡好几次 睡好几次 醒来好几次 这样子 为了他的工作 或是等等其他的原因 所以这一群人 他们比较难去配合一些 大家日常的一些社交活动 或是 就是上下学 或是正常的工作 他们就比较难去配合 那他的特色就是 就是 刚刚说过一天里面 可能就是分段睡眠 所以就是睡好几次 醒来好几次 这样子 可是你把他们一整天 睡眠时间加起来 其实跟一般人比 其实也算是正常的 那这群人怎么治疗呢 其实因为他睡眠时间 就是很乱很不稳定 所以我们只能说 在就是在白天 或是在里面上 应该醒来的时候 就是增加他的光照 或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这样子 那在他真的是 需要睡觉的时候 就是整个让他 臭臭darkness 就是整个保持很暗的 一个情况 让他比较好睡 这样 那他就是 另外有些人就是 也会给一些免牙脱力 就是在他就是 睡觉之前的话 那可以就是 确保他整个睡眠的品质 会再好一点 就是说这个也是很重要 就是说 像这会出现ISWRD 这个晶子 这个晶子 它还是脑面的 最高性 其实我们之前 就是有 许多那小伙子 有跟那一群大家 就是 其实他白天说 平面 最加强很爽 最小晶劲 就是刚才脑面不兴趣 就是他 还是最终的 那 这个风机 他对我们的讯息 就是说 他顺着大自然的阳光 所以像那种 最不好的晶子 他大了 就是因为我们做的 第二个人要 等一下再考虑 就是 是 就是说 或者是我们像 各位来讲 如果你是国外 一样 什么时候 所以 所以 强光一起来 你就是跟他讲说 他就不要看 他就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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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是 很想说 你就是 然后想到 当机之间 他就是 真空心目的 就是最小一台 就要看 这样 这样不到一个 你办的时间 其实你大概 你的周期 就一直到处 所以变得 随着 就是 environment 的 就是 第二个 这个东西 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比如他 一个很好的 睡眠 就是他 他 有些小朋友 比较小的 他们希望是小练的 小练的 小练的 只要放了眼睛 就是让他看 小小样 背壳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种 然后不是开一个 射封 他们的 打击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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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他对这些 真的重要 比如说 你如果想加上这个 好睡 像你把他们的房子 门有份 空隙不游空的 其实很好睡 所以你要想 大概能 凡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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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他突然一直在要弄 然后他做你的 缺年的时光 就要问 然后问完之后 就跟他 跟他一起去 床 床 床 那最后一个就是介绍 就是囊 24小时的 slip wake 直播 他主要就是 因为外界 外界的 对他的影响不多 所以他就是靠地面 在身体时钟 来做一个小控 一般就是常常发生在 就是全盲的一个 一个patient身上 所以他刚刚说过盲 内在身体 始终会大于24小时 所以他们整个cycle 也会大于24小时 那你就是 治疗的部分 他就是免弹痛腻是 就是 唯一唯所要的一个治疗 这样子 那他的给的方式的话 就是在 一开始 其实是剂量会稍微高一点 有到三密力光 那在他 理论 希望睡觉的一个时间 之前 一个小时给予 那如果等他 比较intrain 之后呢 气量可以降到 大概零点目左右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他可以降到 其实一颗零点五 跟这个六颗 其实是 吸量差距离来的 所以他讲的是 真的小朋友 诶 这个是针对 铁岛 就是gride 是grind 他就没有在想到小朋友 就是 因为 因为 资料差六倍 所以那位 他就蛮开门 而且他 想说是在一个小时 我刚才你前面讲的是四到六 我就想说他是不是 就是要有点 bonus的意味 这是 这个chapter的结论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小朋友很常见 尤其是就是晚睡晚起 这个 那个subtype 那他跟 其实有时候他就会说他失眠 或是白天不好睡 其实我们要问得更详细 就像刚刚说 可能就是这样 给错药物治疗 这样就会很可惜 那sleep diary的话 其实对这一些疾病的 诊断上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 会要很认真去问他们的 整个睡眠的过程 呀 好 好 好